哈喽大家好,我是小艾老师 出现的课文内容 足词足句的领读 并进行详细的讲解 更重要的是呢 老师对每一课的课文内容 都进行了详细的讲解 对于我们在考试中 经常出现的考点内容 更是为大家做好了详细的备注 这样宝贝们呢 只要你打开这套视频 跟着老师一起来学习 就可以做到 从单词到句型 到课文的熟悉与掌握 能够更好地来应对 我们接下来的考试了 Lesson 1 How are you? 第一课,你好吗? 这是朋友之间 在见面时 询问对方身体状况的 一个交际用语 Part 1 A new teacher 第一部分,一位新老师 Hello I'm your new teacher Welcome back to school 你好,我是你们的新老师 欢迎回到学校 Hello, my name is Jenny 你好,我的名字是 Jenny Hello, Jenny You can call me You can call me Mr. Wood 你好, Jenny 你可以称呼我 武德先生 Nice to meet you, Mr. Wood Nice to meet you too 你好,武德先生 见到你很开心 见到你也很开心 Hi, Mr. Wood My name is Danny 你好,武德先生 我的名字叫Danny Nice to meet you 遇见你很高兴 Nice to meet you too 见到你也很高兴 我们来看一下几个重点的单词发音 How, or 连读 What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Hello,不要读成哈勒 E, E Hello Hello Welcome Welcome 这都是短音 我们在发音的时候要短促有力 Back 短音,但嘴巴要张大 Back Welcome back Welcome back to school 欢迎回到学校 好,这里边还有一个词 需要注意的就是 ood 它是一个短缘音 反应的时候呢 要短促有力 ood 那么对于课文中出现的知识点 我们再大致地来看一下 My name is Jenny 我的名字叫 Jenny 我们也可以说 I'm Jenny 也就是说在考试的时候呢 可以让你写出这个句子同一句 我们就可以进行呼唤啦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见到的 Mr 先生 这是用在男性 姓氏或姓名前面的一个称呼词 那女性呢 一共有三种表达方式 Miss 指未婚小姐 而Mrs 是已婚女性 Ms 是未知的 也就是说你不知道对方是已婚否 我们要用Miss 这些词呢 只能用在姓氏或姓名的前面 不可以单独地使用在名字的前面 那这里边有一个重要的词叫welcome 是欢迎的意思 它可以有四种使用方法 第一单纯的出现在标语口号中 我们就直接使用 如果具体到某地 要与to连用 欢迎回到某地 我们可以说welcome back to school 常用于you're welcome 那么老师的整套视频讲解 都和现在老师给你们讲解是一样的 如果你有需要 可以点开老师 作品下面的小黄车 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等你们哦